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呢 现在经过这么一场疫情 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 达到了98% 我想在这儿你看到的是真正的民主 中国呢也确保发展成果更多和更公平的汇集全体人民 因为中国政府呢 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将人民的幸福和满意 作为我们的标准和追求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4号星期三 大家的应该都注意到了 就是这两天的影片呢 狗哥呢是重点呢 再跟大家呢分享一个观察 就是一个月前 中国政府最高领袖习近平 他这个突然决定退出清零 突然躺平以后 那这个操作就导致 他们在中国人里边的这个微信和公信力呢 是严重下降的一个状况 特别的是对这个最高领袖习近平本人 他这个操作呢 就是一下子会让他在这个很多很多的中国人里边 特别的是中国的这个精英阶层里边 对习近平的这个评价和观感呢 是下降的非常的厉害 这个状况可能就会在以后 习近平他对中国的这个统治方面呢 产生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这个呢是狗哥现在的一个观察 所以呢 刚才大家在片头看到的这个小视频 大家呢 现在再来回顾中国外交部著名发言人华春莹 在去年讲过的这些名言 他说这个经过这场疫情 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 说中国才是体现了真正的民主 说中国政府呢 会确保发展的成果呢 公平的汇集到全体中国人民 看到这个华春莹讲过的这些话 狗哥现在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啊 资深的各位们肯定都知道 狗哥的这个自古以来 最欣赏的是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另外的一头这个战狼啊 赵立坚 但是呢 现在就感慨啊 就是这个华春莹 他其实才是这个中国外交部里边这种撒谎 和忽悠的这个功力啊 是最深厚的啊 这个华大妈 他比这个赵立坚 真的还是在这方面呢 是强很多 就像华春莹 他去年在这个小视频里边讲的 他讲的竟然啊 几乎每一句都是谎话 都是撒谎 他说这个中国人民 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 说中国才是体现了真正的民主 说中国会确保发展的这个成果呢 汇集到全体中国人民 狗哥估计啊 即便在以前是比较粉的很多的中国人 他们在现在经历中国墙里边这场疫情海啸的大冲击之下 他们手里边没有药 他们家里边这个老人被感染以后呢 重病了也很难住进医院 即便他们住进医院以后 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即便是在去世以后 去火葬场也排不上队等等 那现在正在经历这些的中国人 他们再去看去年华春莹这样的这个中国的官员 他们讲过的这些话 是不是即便是比较粉的中国人 现在呢也会感到恶心 这个呢就是中国的这场疫情海啸 它已经产生了一个结果 就是包括最高领袖习近平在内的这个中国政府 他在中国人里边的这个公信力呢 已经是严重下降 其实很多的网友这个自古未来就知道 就是对于中国政府 对于中国的政府机构 这些官员们的信任 其实这个自古以来 中国老百姓对他们的这个信任呢 都是很差很差的 这个呢就是极权社会里边 他必然会有的现象 像中国人传统里边的这个包青天的故事 为什么包青天 他在中国会那么的火 为什么这个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喜欢 都盼望会有一个包青天 这个呢就是因为中国这个极权社会里啊 这个绝大多数的官员 政府机构都是非常腐败的 都是非常不能够去信任的 所以呢中国老百姓他自古以来 才会整天去盼望呢 会有一个包青天 中国那么的大 中国的官员那么的多 但是呢经常只有一个老百姓们 愿意去信任的这么一个包青天 只有一个包青天 这个本身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所以呢这个自古以来 中国人他们在根子里边 对这个政府机构和官员们 都是非常不信任的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时代 同样的呢他也是这样 这种信任感 跟一百多年前的大清朝 跟一千多年前的这个大宋朝 包青天那个时代呢 其实呢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那在一个社会里边 这种对公共机构 极度缺乏信任的状态 它必然会导致的一个后果 就是经常呢是谣言四起 谣言盛行 而且呢这些谣言呢很容易导致社会出现大的混乱 这个呢就是一个社会里边 他如果对这种公共机构是极度缺乏信任 他必然会有的一个后果 这个呢应该也是大家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一个规律啊 应该是适合于每个国家 适合于每个社会 在中国自古以来 这方面这个例子呢其实呢有很多啊 太远的不说 像中国人民以前搞出来的这个全民抢盐 全民抢这个板栏根抢莲花清温等等这些事 狗哥今天呢就不说了 比较近的 像在这个去年的冬天 大概在去年的11月份 当时中国墙里边盛传要打台湾 结果呢就导致中国很多城市里边是全民大抢购 囤生活物资 是乱成一团 对去年冬天发生过的这个事 大家现在是不是都还有印象 对那个事已经没有什么印象的 网友们狗哥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当时很流行的段子啊 再加深一下大家呢 对那个事的印象 当时呢有一个这个中国网友说啊 他看到别的小伙伴呢都在囤物资啊 囤这个压缩饼干之类的啊 就问家人的意见啊 就自个家呢 是不是也要赶紧囤 那家人呢就问他 为什么要囤物资啊 这网友就说呢 可能要打台湾了 结果呢 家人就说 我们要打台湾 那不应该是人家台湾人要着急去囤物资吗 我们中国人干嘛要囤 大家就这么不想赢吗 大家对打赢台湾就这么没信心吗 当时对这个状况呢 狗哥自己做影片的也有评论 就是传说中的这个中国对台湾的武统战争啊 出现这个状况 其实就说明中国政府 他还没有开打 这场战争呢 他就已经很大概率已经输了 因为只是一个要打台湾的这么一个谣言 马上就能够引发中国全民去恐慌大抢购 去投物资 但是呢 人家台湾那边当时 却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淡定 台湾完全没有出现任何慌乱的局面 那这个是不是一下子就高下力判了 就是海峡两岸 中国和台湾 到底哪个社会 他更有定力 到底哪个社会的民众对这种战争和风险有更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到底哪个社会里边 他存在更多的信任感 通过当时的那个事是不是已经是看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呢 其实这场传说中的战争啊 中国还没有开打 就已经很大概率会输 因为战争这种东西 他并不是说只看你这个纸面上的东西 看你纸面上有这个多少导弹 你有多少军舰 你有多少战机 然后就会判断你会赢 战争这种东西 他远远不是这么简单 两个国家 两个社会 他一旦发生战争 他其实呢 就是这两个社会之间的这种系统性的较量 较量的第一重要的是人心 第二重要的是这个各自社会里边 他真正能够动员起来的这种投入战争的资源 这方面聊起来这个就比较多了 不是今天的主题 所以呢 今天呢就不多聊了 今天主要还是聊就是中国这个社会里边 信任度的这种极度的缺乏 信任度极度缺乏 那这个真正去做事的动力 把这个事做成功的能力 都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限制 所以这两天 中国墙里边的很多网友呢 肯定是都又感受到了一个 信任度极度缺乏的这么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人呢 在抢购一个药叫猛脱石散 这个名字 这个药狗哥呢 也是最近这两天 第一次知道 大家来看中国媒体的一些报道 这个呢是中国经济网 他转发的一个报道 标题 一条朋友圈 让猛脱石散一夜脱销 他这里边的这个重点词呢 是一夜脱销 还有这个中国日日人民网的文章 日日人民热评 猛脱石散脱销 我们该反思什么 看到这个中国党媒 他这么认真的讨论反思 要求反思 狗哥真就感到这个非常的可笑 这个事呢 他呢就是这个中国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网民 他的网民呢 叫这个索尔内打印机 据说呢 是在某个公团里边是修打印机的 他在12月31号的晚上 发了一个微信的朋友圈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 说呢 他自己啊 在两个月之前就发朋友圈 提醒过大家囤这个布洛芬 囤这个对于心安积分 现在他说呢 要再提醒大家一句 说1月3号是中国开放入境日 目前在国外登顶的毒株呢 是XBB1.5 说这玩意呢 是主攻心脑血管和拉肚子 所以呢 他呢就建议有条件呢 网友呢 要准备这个猛脱石散 补原液啊 等等这些药 他说呢XBB1.5呢 在国外都已经把其他的毒株呢 是都杀的屁股尿流 仅仅15天就登顶美孚第一 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很快 他的这个朋友圈的内容 在很多很多中国人的这个朋友圈里边 和微信群里边就火了 很快就引发了这个中国人 抢购猛脱石散这个药的狂潮 这个药呢 是用来这个治疗拉肚子的 大家都看到了 中国人抢购这个猛脱石散导致脱销 这个事儿 甚至说他引发了这个中国头号官媒 日人民报的关注 人日的文章评论说 猛脱石散对于应对当前的这个中国的疫情海啸呢 根本没用 他说呢 现在最应该追问的是 谁是引发这场大抢购的推手 最后呢 他说呢 这个呢 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公共事件 对于中国普通人来说 还是要相信科学 尊重常识 不要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 如何如何如何 那这场最新的抢购闹剧里边 最开始发朋友圈的那个打印机的小伙子 他应该呢 是在中国江苏省的乌西 他呢 已经是被当地的警察传唤 并且呢 就这个事儿 在警察那儿呢 是做了笔录 很多网上都知道 在正常的国家 在法治国家里边 警察他是没有权利 在这个事儿上 去调查这个小伙子的 因为这个小伙子 他在微信朋友圈里 发的这个内容呢 虽然呢 是很不靠谱 都是谣言 但是呢 这个呢 是属于他的这个言论自由 这个自由警察是不能去干涉的 那至于 他发的这些谣言 在中国引发了一场 这个抢购拉肚子药的这种狂潮 那只能是说明 中国这个社会 在整体上太傻叉 中国这个社会 他整体上这种科学素养太低 中国这个社会 他在整体上 是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和信任 出现这个事儿 主要不是这个小伙子 他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事儿呢 也是再一次可以说明 中国社会里边 他极度的缺乏信任和安全感 一个普通人发的一个谣言 就可以引发这么一场全民的大抢购 中国的官媒 还要求这个不良商家和普通的中国人去反思 其实最应该反思的就是中国官媒 中国官方 中国政府 他自己 就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的这种撒谎成性 极权统治 才导致了这个中国社会里边 极度的缺乏信任度和安全感 这个呢 才是根子 就像现在中国的这场一行海啸 中国政府官方 各种官媒和其他媒体 他们对于这场大灾难里边的实际的情况 都完全不去报道和公开 所有这个中国的普通人都只能是靠自个去猜 都只能是靠自己对身边人 对自己各种这个亲戚朋友去世的状况去判断 都只能是去听这个道听途说 那在这种自古以来 官方都掩盖信息 压制真实信息的这种环境里边 你作为普通人怎么还会有真正的这种信任和安全感 对不对 另外很多中国网友都注意到 最近这几天中国舆论里的一个状况 就是对这个病毒变异的毒株 什么XBB1.5 中国墙里边很多这个媒体和自媒体都是讨论的 非常的热乎朝天 这次中国抢购这个拉肚子药 也是那个打印记网友 他发的这个XBB1.5的谣言引发的 狗哥这两天看到这个状况 就是中国墙里边都在非常热烈的讨论这个XBB1.5 狗哥就在想 这个是在搞什么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东西 我亲爱的这个中国同胞们啊 你们是不是都是这个太闲了 都没事干了 你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东西 很多生活在中国墙外边的网友们 是不是大家都跟狗哥一样 有这个感觉 就是对这些个变异毒株 什么XBB1.5之类的 生活在墙外边的人民众 大家根本就不会去关注 更不会去讨论这些东西 对不对 因为你生活在这个现代国民国家 你打了这些个 辉瑞莫德纳的这些 效果好的疫苗以后 自己就会知道 即便是自己和家人被感染了以后 得重症的这个概率呢 就会非常的小 即便是比较不幸 发展成了重症 那通过这个医疗系统 也可以及时得到 辉瑞的这个药 Pex-Lowid 可以得到这种及时的治疗 所以呢 作为这个普通人 一般人 在这个现代国民国家里边啊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关注 什么这个毒株的变异 什么XBB1.5之类的 而且呢 说实话 作为一般的普通人 你去关注这些XBB1.5之类的 一般人呢 也完全搞不明白 所以呢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关注 这个呢 还是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现代国民国家里边 对公共机构的这种信任度比较高 对卫生系统的信任度比较高 所以呢 那普通人呢 根本就 不会去关注什么XBB1.5 更不会去自个儿去抢购什么药 相比较之下 中国舆论里边 非常热烈的关注和讨论这个XBB1.5 这个呢 只能是说明 中国人对这种公共机构 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度呢 都太低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这个自古以来 中国这种极权社会 和现代文明国家 这种民主法治社会之间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反差 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这样的这个 现代文明国家里边 民众呢 都可以随便去骂政府 骂总统 都可以随便举行这个反政府的 抗议活动游行示威 看起来在这种国家里边 民众对政府呢 是非常的不信任 这个社会呢 是非常撕裂的 相比较之下 在中国 在东朝鲜 这样的极权国家 你是不能够随便去骂政府 和这个领导人的 这些国家里边 号称这个老百姓 对政府的支持度呢 都是98% 99.99%之类的 但其实 在这两种社会里边 真实存在的这种 对政府机构 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 还有民众之间的这个信任度 是不是都是完全相反 大家是不是应该都认可 就是在看起来 非常乱 乱糟糟 很不和谐的这个 所谓的西方国家里边 其实社会里边 存在的信任度 比在中国和东朝鲜 这样的国家里边 要多太多 要强太多 对不对 在中国墙里边 你老太太跌倒在路上 都没人敢去服 你还谈什么信任 对不对 一个社会里边 存在的这种信任度 信任感 民众之间的相互的信任 民众对包括政府 对包括媒体等等 这些公共机构的信任度 这个呢 才是决定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它是不是真正强大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个呢 是狗狗的一个观点 这两天 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欧盟 它呢 是再一次提出来 说呢 愿意向中国提供这个 效果更好的MRA的疫苗 而且呢 还是这个 免费提供 因为在中国前外边的这个世界 现在国民国家里边 该打的疫苗是早就打完了 所以呢 有大量的这个剩余的疫苗 那欧盟呢 是表示愿意免费提供给中国 帮助中国应对这场疫情海啸 但是呢 这个中国外交部 那个姓毛的发言人说呢 中国不需要 中国自己国产的疫苗够用 大家说 这是影片开头小视频里 华春莹讲的 中国政府把人民的幸福和满意 作为执政标准吗 过去三年和现在 都有太多太多的中国人 想要打国外的这些MRA的疫苗 而且呢 现在还有人家欧盟呢 是愿意免费送 但是呢 中国政府他还是代表中国人民说 不需要 那这个到底是让中国人民幸福 还是说他在故意的祸害中国人民 另外这两天呢 还有一个事呢 爆出来 是中国政府的一位前高官 文化部的一个前副部长 叫高战祥 他最近呢 也是挂了 很可能呢 也是这个感染的病毒 那有一篇悼念他的文章里说 这些年来 高战祥呢 一直在顽强的与病魔作斗争 他身上的脏器呢 是换了好多 他自己牺牲许多零部件 都不是他自己的 那这位中共前副部长 他身上换的那么多的这个脏器零部件 都是哪来的 中国的普通人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能这么轻松的换掉身上的这么多零部件吗 这个呢 就是华春莹讲的 中国政府把发展的成果 汇集到全体人民吗 还是这个 全体中国人民的这个零部件 都要汇集到政府老干部们的这个身体里边去 这个呢 也是中国这个社会里边 他会极度缺乏信任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了 今天呢 就不多说了 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聊 拜拜